那么这一部分是我们的FastDVFS 把它说完之后 下面我们就可以去做我们的商品模块了 在商品模块里面 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商品模块里面我们说有三个页面 一个是首页 一个是详情 还有一个是列表 那么首先我们给大家就从首页开始去做 在首页的话 我们之前第一天 我们把它简单做了一个显示 但是在我们这边 我们还没有去让它使用我们的附模板 所以我们先把它改造一下 就在这里面 首先它应该继承于我们的这个Base 所以在这里面要改一下 直接的是X10 然后继承我们的Base 好继承之后 这边是它的这个标题 BlockTitle Title AndBlockTitle OK 那么再往下 这里面这两个文件 在我们的附模板里面是有的 对吧 然后像这个位置 这三个文件 我们专门在这边 预留出了一个对应的块 所以在这边我要在这个块里面 去写这份内容 直接是Block TopFiles 这里面是 UnderBlock TopFiles 然后再往下这几个近代文件 你要把它路径改掉 改掉之前 Load我们的StaticFiles 然后在这里面把这个路径就可以改掉了 好 在我们这里面 Static 然后呢 CS下面的 Dquery 这个文件 然后再往下 这一部分 是这个几块UI Datic GS下面几块UI 这个 然后还有个slide 然后在这里面把这个改掉 GS下面slide GS OK 然后把这个改完之后 下面继续往下看 那你像这个 欢迎信息 还有这个搜索框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它俩的附模板里面呢 是都有的 对不对 那么再往下看呢 就到了我们的 Base里面的这个 还在框下面 是不是预留在一个模块 叫做Body 所以下面这一部分呢 你需要把它放在这个 Body里面 Block Body 然后呢 一直呢 下面就要去找这个文件的 末尾的这个版权信息 往下找 那么 好 到这里 这里面已经做了一个结尾 对吧 所以呢 这边应该是这个 EndeBlock Body 然后再往下 版权信息 在我们的Base里面呢 是有的 对吧 有的啊 然后呢 再往下看 找我们的Base 往下看 那么这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 对应的这个 底部的文件引入 对吧 叫做我们的这个 Block Bottom Files 但是你注意 这里面首页上面的 这个GS文件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首页上面 这个GS文件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删掉 它在我们项目里面 是没有用的啊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不写 这部内容呢 直接把它拿掉啊 它是没用的啊 所以这部分 你继承之后 对吧 它就是空的 我就不要它了啊 OK 那么 这是这个啊 index 好 把这个index呢 我们改完之后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index的一个视图 找到这个goose views啊 goose views 我在这里面 我们把它改完之后 在这里面呢 我们这里面 写的是普通的函数 对吧 我改成类视图啊 from我们的 Jango.views.generic import我们的view 这个类啊 然后把它改造一下 class 里面呢 写上一个indexview G乘域 view啊 这里面是我们的这个 首页 首页 OK啊 首页 首页里面呢 我们要定一个方法 叫define 我定一个get get里面呢 有一个request 对吧 它呢 就是显示首页啊 显示我们的首页 好 关于这个首页的话 我们其实呢 在这里面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把这个页面显示一下啊 把它显示一下 OK 把这个定义完之后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在这里面呢 去做一个配置 找到这边 把这个 改一下啊 from我们的goose.views 导入我们的indexview啊 然后在这里面写的 就是我们的indexview.sview OK 改成这个类视图 改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 去看一下这个页面啊 直接呢 我去敲入这个IP地址 哎 敲这个地址之后 我在这里面 哎 我一敲这个 回车 哎 这是不是显示首页 对吧 首页上方啊 看到这边应该有个logo啊 这个logo呢 我们少了啊 没显示 那么看一下这个logo在哪啊 这个logo呢 应该在我的搜索框这边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 base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base 哎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的这个 logo 哎 这部分啊 这部分呢 我要给它改掉 这个改成我们这个 delic下面的 image下面这个 logo啊 然后在这里面 我去做一个直接呢 做一个 小心 哎 是不是显示了 对吧 那么你现在看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首页啊 我们用我们的类似图呢 给大家 哎 做好了 给大家做好了 那么做好了 那么做好了之后呢 在我们去做这个首页之前 我们就先再给大家去回顾一下啊 我们商品里面定义的这几个模型类 那么你注意啊 商品模块里面 我们给大家创建出来的表 我们说呢 最终有这么几个表啊 最终有这么几个表 首先 商品的SQ表 包含具体商品的信息对吧 哎 对应这个商品的SQ表呢 还有一个商品的SPU表啊 SPU表呢 相当于是商品的一个抽象啊 包括商品的一个名称 对吧 SPU的名称 还有商品的一个详情 OK啊 这这两个表 然后再往下呢 商品呢 它还有一个种类 我们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商品的种类表 哎 种类表里面包括这个种类的名称 logo 还有一个一个图片啊 这是我们的商品里面啊 然后还有对应的商品呢 还有一个商品的图片表 保存商品的图片 以及对应商品的一个SQ的ID 好 那么再往下 这三个表呢 就是跟我们首页相关的三个表啊 首页相关的三个表里面 首先呢 第一个 首页轮播的商品表 那么这个轮播的商品表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一部分的内容啊 这一部分的内容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的话 在这里面呢 首页轮播商品表里面 有这个ID 还有呢 对应这个轮播商品 这个商品的SQID 然后呢 这一部分呢 是这个轮播商品的一个 就是这个图片啊 在这里面展示的这个图片 然后再往下呢 还有个index index呢 控制它展示的一个顺序啊 它展示的一个顺序 OK 那么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是首页的促销活动表 这个话 促销活动是哪一部分呢 就是这里的啊 我们把这个静态页面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 这个静态页面上 有这个图片 你可以看到啊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index OK 图 活动表呢 就是这两个啊 这两个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还是定义了一张表 这个表呢 首先 这个促销活动呢 里面有个图片的吧 活动的图片 活动对应的这个页面的地址 index呢 是控制它的一个展示的顺序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首页分类商品展示表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它控制的是哪一部分呢 控制的就是这里的 还有上面的 这里的啊 那么在这个表里面 我们定义了这么几个部分啊 对应的商品的SQID 还有呢 种类的ID啊 是哪一个种类的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展示的标识 这个展示的标识的话 我们说每个种类的商品进行展示的时候 这边呢 展示的带图片 对吧 这边是不是只是标题 对吧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标识呢 来去判断啊 它是在哪个地方进行展示 然后这个index呢 是控制它展示的一个顺序啊 展示的一个顺序 OK 那么这是我们商品模块里面 这几个表啊 对应到这几个表 最终呢 我们就定义出了这些模型类 好 商品类型表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 goes type 里面的属性 name name就是 其实呢 就是我们页面上的 这个种类的名称 然后还有下面的logo logo呢 就是控制我们这里的 学壁图 对吧 然后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就到 image啊 商品的类型图片 类型图片是控制哪呢 它是控制我们 这里的啊 每一大种类呢 都有一个类型的图片 对吧 在这边做一个显示 我们是通过这个 image呢 来做一个控制啊 来做一个控制 这是商品类型模型类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商品 goes sq模型类啊 具体的商品 类型 然后所属的这个 spu 对吧 商品的名称 商品的简介 价格 单位 商品的图片 商品的库存 销量 还有商品的一个状态啊 这是这个 然后再往下呢 商品的spu模型类里面 包含这个spu的名称 还有这个商品的 详情啊 商品的详情 然后再往下呢 还有这个商品的图片 对应的模型类 包含这个 商品的sq 诶 它的一个id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这个商品对应的一个图片 啊 这是这个啊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三个呢 就是跟我们首页相关的 首页相关 首先 首页相关的啊 index goespan 首页 轮波商品展示模型类 那么在这里面 你要注意的就是 第一个 对吧 sq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 你要展示的这个商品 你要展示哪一个商品 我要记录一下 它的sq id 然后再往这边呢 这个轮波商品展示的时候 这边呢 这个图片是什么样子 我在这边 imagine呢 我记录它的一个展示图片 然后index呢 我们可以呢 控制它的一个展示的顺序啊 那比如说我们控制顺序 怎么控制啊 我们就这样控制啊 0 123 那么0在最前面 1在后面 2在后面 对吧 0123 一次呢 往后去排啊 数字越小 展示在最前面啊 最前面 OK 那么这是这个啊 首页轮波商品展示 然后再往下呢 是首页的促销活动啊 先看这个 首页促销活动模型类 那么它对应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啊 就是这个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类里面呢 定义哪些内容呢 首先 内幕 内幕的话 那么在这里面 保存这个活动的名称啊 这个活动叫什么名字 活动名称 UIL呢 就是你点击这个图片 它跳转到哪一个页面 这里面呢 有一个对应的UIL链接 对吧 UIL链接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執用了一个UIL field啊 那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UIL field呢 本质呢 其实还是一个字符算 只不过呢 你在后台管理页面 你去添加这个内容的时候 它会校验 你填的这个内容呢 是不是一个 有效的UIL地址啊 一个有效的UIL地址 那么这份你注意啊 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改一下啊 我们改一下啊 直接把这里面 给它改成这个 恰field啊 改成之后呢 改成恰field之后 我需要指定 它的这个长度啊 比如说我给它指定 这个256啊 就我为什么改成它 就我们在后台管理页面 添加的时候呢 哎 我可以呢 不去指定 它的这个链接啊 如果你写上这个 UIL的field的话 你就必须加这个东西啊 你不加 你就添加不进去啊 它会进行校验 就跟我们的图片 Imagic field一样啊 你添加的时候 它会教验你这个图片呢 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图片啊 我们在这里面把它改成啊 改成这个恰field啊 然后再往下 哎 这个Imagic field呢 它呢 这就是这个活动的图片啊 控制活动的图片啊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个index呢 是控制这个 哎 活动图片展示的一个顺序啊 谁在上 谁在下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首页 分类商品展示模型类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对应着我们下面的这些信息 在这些信息里面 你注意 记录了哪些 首先type 就是商品的类型是什么 然后这个sq 展示的哪一个商品 display type 我们说display type呢 你是控制 是在这边展示 还是在上面的这个标题 进行一个展示啊 0 我们就是以标题展示 1呢 就是以图片 然后index呢 是控制它的一个展示顺序 我们在这里展示的时候 控制啊 也是0123 0放在最前面 1往后 然后呢 再是2 再是3啊 这是index 这是我们这里面的 这几个模型链啊